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学西班牙语 你有没有想过给自己 取一个西班牙文的名字呢 你不知道我早就在想 而且早就想到了 那你想给自己 取什么样的西班牙文名字 你该不会给自己取像 Maria这样子的名字吧 我才没那么没创意 我要叫Lucía 你听这名字 多像住在王宫里的公主 有着乌黑的长发 雪白的肌肤 红润的嘴唇 Go… 小乖 我不是要泼你冷水 但是你要知道 Lucía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 在西班牙文 它真的像菜市场一样 这样子常见 跟我们中文这样子叫什么 雅婷 心仪 其实真的是很像很像 还好我把你先打断了 不然你真的把自己以为 当成是什么西班牙的什么小公主了 那Victor你想要取什么西班牙文名字呢 我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我在西班牙的话 我会给自己取 Mario这样子的名字 因为小时候嘛 喜欢打电动 觉得自己很像 Mario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被你这样一说 都觉得自己的名字 香菜市场名 害我都想换一个了 不过我好像发现 西班牙文 女生的名字好像都是A结尾 男生的名字好像都是O结尾耶 没错 这个你发现的正确了 其实对 在西班牙文呢 他们的名字 男生呢 都是O结尾 女生都是A结尾 那其实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西班牙它的这个语系 有分阴性跟阳性的名字 所以呢 在取名字的时候 就会可能比较偏向A或O 但是呢 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女生的名字 它是用O的 譬如说像Charo 或是什么 Drossario 这样子的一些女孩子的名字 哇 这么方便 就光看名字 就可以看到性别了 不像我弟弟叫陈怡婷 護士小姐 都会给她叫错性别 那的确是有点尴尬喔 好吧 不啰嗦 再来看看老师接下来要教什么 好 Hola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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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特别 下一个 这个是B B B也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加一个A B 加一个A B 加一个E 加一个E B 加一个O B 加一个U B B B